這隊樂隊叫做茄子彈 近這幾年歌曲都很受歡迎 除了這首《浪子回頭之外》 還有《浪流年》 《國愛你一擺》 《國愛你一擺》 就是叫《再愛你一次》 這幾首歌都幾出名 甚至點擊率非常之高 可惜少少就是前兩年 他主演阿斌 因為聲帶出現問題 要暫時獨立發展 單飛 優團 前陣子都說阿斌 傑作婚都恭喜 剛才他的首歌 大家看到男主角 可能覺得很好 非常之好戲 演出非常之好 可能大家不認得他 台灣三金影帝 拿台北電影節金鐘獎 金馬獎的影帝 人家叫三金他影帝 吳貧鳳 都是講台語 甚至有些政治議題 譬如反核 都有發聲 台灣 大家知道 我們給你認知多少少少 金馬獎 其實還有金鐘獎 歌就有對金曲獎 吳貧鳳 都是金鐘獎 金馬獎 拿過獎項 剛才大家看到的演技 非常之好 一流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選的歌 和剛才那首MV 都可以給大家聽聽多些不同的歌 接下來這一節 我有個訪問錄影了 因為他前陣子聯絡我 那好吧 以前我在藍皮書都訪問過他 你接下來過幾天上來飛利晚報做訪問 他說我也想 但他就已經在英國生活了 就是疑了一問 不要緊 我就嘗試先和他做個錄影 那錄影當然 大家知道我搞這些就不一般 可能大家會見到 錄影的質素就未必算太高 但是我也想大家認知這位嘉賓 他叫附政司 他寫了幾十萬字 寫了五本書 希望最後開始有七本書 有兩本書出版了 叫做抗病師 就說一鬱病 他就是長期一鬱病的病人 他希望大家一鬱病 大家身邊都會聽過不少朋友 患著患過一鬱病 也未必知道怎樣去醫 可能也不知道怎樣跟他 究竟怎樣跟他相處 一鬱病經常聽 但實際一鬱病是甚麼呢 大家的認知就未必好深 我希望透過這個訪問 大家會對一鬱病這種病 第三、第四節 這兩個訪問 大家認知會多些 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錄影的質素不算高 我第一次嘗試 但我也真的很想 將附政司的說話 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都會從中了解多些 譬如甚麼是精神病 甚麼是抑鬱病 每人的抑鬱病 是否都差不多 還是不一樣 在待會的訪問 大家都可以留心去聽 很少就錄影海外 我也第一次嘗試這個技術 希望大家 各位觀眾 不要太介意 這次都是第一次用這個技術 在我身邊 不是身邊 在鏡頭另外一邊 就是副政司先生 副政司不知道 你也出到第二本了 是啊 第二本就相隔了大概六年 六年 其實寫起就用了六年 找出版就用了兩年 找出版都用了兩年 兩年 是啊 首先問一下 為甚麼你會寫抗病治呢 為甚麼 我想有兩個階段 第一就是我作為抑鬱病的病人 我現在還在病 我都想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 跟著就令到其他的病友 可以有些的共鳴 就是令到他們都覺得 有人可以了解他們 或者大家的病歷是類似的 變了上來就是 病就不需要太過孤獨了 但是我寫完第一本之後 我發覺我可以繼續寫下去 繼續寫下去的改變是甚麼呢 就是我第二本開始寫的時候 我就動用我自己寫了十幾二十年的私人日記 我有一個希望就是 在我的私人日記裏面 我能夠找到抑鬱病的一些 它發展的過程 我其實就是想在我的日記裏面 找出抑鬱病的病理 抑鬱病的那個病樣是怎樣 這個是我寫第二本書 那個心態上面的改變 很多人會問究竟甚麼叫做抑鬱病呢 是 你想我解釋 是 有些人會問究竟甚麼抑鬱病是甚麼 有些人會說是否精神病 有些人會說是否真的病 還是純粹情緒病 很多人會對抑鬱病很不了解 是 你問到我這個問題 我又真的想問一下林先生 其實林先生 你對精神健康這個課題 你都很有興趣 是嗎 我覺得以前也有跟一間叫做康和 舉起一件尾 都是做譬如很多是服安者 因為你不要以為 好像我最近病病好些了 社會就會對你很了解 譬如由他日常的生活 由他去找工作 甚至很多社會 都繼續對他有很多不同的誤解 有很多不同的他做事 都希望 希望多些跟大家解釋 或者是聚一班人 大家可以 譬如你說圍勞他也好 大家可以互相去幫助他也好 都是希望社會 對不同的疾病 就少一些誤解 所以我很多謝林先生 你對於精神健康 對於精神病患的朋友 這麼關心 不容易的 我自己感覺到 也都不是說這麼多的媒體 這麼多的自媒體 會關心這些課題 會認真去真的請人上來講一下 就是不多了 我先多謝你 回答你剛才的問題 究竟胰鬱病是不是真的病呢? 究竟胰鬱病是不是精神病呢? 我的答案就是 肯定胰鬱病的而且確實是一個病 但是胰鬱病甚至乎精神病 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是完完全全發生在病人的身體和心裏面 那變了來說 它不像你雙風感冒 你可以找到雙風感冒菌 甚至乎它不像你血壓高 可以量度你的血壓 不像你糖尿病可以真的驗你的血糖 所以說到這個時刻 就是沒有辦法去 絕對客觀這樣去診斷出 情緒病患 也都是正正沒有辦法可以有一個很客觀的標準 來判斷有沒有病 所以情緒病啊 精神病啊 對於那個病患來講 是很大很大的困擾 因為沒有辦法去確定他真的是病 而很多人就是因為沒有辦法去確定 而又覺得那些人是犯病 或者病是可以做出來的 病是可以由醫生說你是病 這樣就病出來 正正就是因為沒有了這些客觀 而是讓大家容易去掌控掌握的一些指標 所以就是病人是不能掌握病 病人身邊的人 也都更加沒有辦法掌握這個病 就算看醫生可以嗎 這個看醫生可以嗎 這個問題 也是正正我寫第二本書裡面 所面對的一個寫書的核心內容 就是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情緒病啊 精神病啊 完全全是發生在病人身體裡面的事 所以即使醫生想去了解精神病 想去了解情緒病 醫生也要透過病人的表述 透過病人的描述 去了解一個病人裡面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就是 即使我作為一個病人 我去描述醫生病 我已經寫了超過80萬字五本書 但是我都可以告訴你 我也說得不好 我都不能夠說很徹底很貼切地告訴別人 究竟醫生病是什麼 但是正正就是因為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透過客觀標準去檢測醫生病 所以醫生都不能夠準確去掌握這個問題 所以我描述一個案例 其實永遠最了解 就是疾病的 就是病人本身是他自己 尤其是精神病科 但是他要表達也都是不容易的 只要表達到人家可以明白到 究竟實際上是什麼情況 第二 那些醫生基本上 排期又久了 見得你也不多他時間 通常就是開一些藥 或者你找個新美醫生 跟他聊聊天 如果有暴力他經驗的 可能就送你進去精神病院 就是離來離去都是這樣的招數 實際上是對很多病患者 都未必真的有很大的幫助 是啊 是啊 上次我們六年前那條片 我都已經講過了 很多的抗疫核藥的藥物 它的病理都仍然是一個假設的階段 那藥物既然只是基於一個假設的階段 然後廣泛應用 它的成效是存疑非常合理 還有有一些統計都出過來了 就是其實抑鬱病 你不管它 大概有五成多的人 它是自己會痊癒的 但是吃藥 吃精神科藥物可以痊癒的抑鬱病 大概都是六成 就是說有四成的病人 它沒有自己痊癒 即使它吃藥 它都不會痊癒 這個是那個情況 兩件事一拼在一起的時候 你可以想 我不吃藥 我都有五成多的機會是自己痊癒的 我吃藥 我大概有六成的機會是痊癒的 其實多了出來的可能是寬慰劑的效果 另外就是 剛才我們說的 醫生的診斷是一回什麼事 我都反覆地想起這個問題 就是既然這個病這麼難去表達 醫生對著一個正在病毒的病人 那個病人的腦功能 可能已經是溫溫彈彈的 他還可以好好地告訴醫生 他身體裡面發生什麼事 而第二個很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抑鬱病它最主要的患病的經歷 就是痛苦 非常非常的痛苦 很可悲的一件事就是 關於痛苦 我們可以講出來的描述 是非常有限的 就是說 在整個診斷的過程裡面 醫生對著一個病毒 可能還為滯滯的病人 要他講出一些沒有辦法講出來的 一些病徵、病歷、病的經驗 其實那個過程是 那個質素是很低很低很低 所以能夠準確判斷到的 是非常之有限的 非常之有限 如果病人患者身邊 比如有家人或者有他伴侶 應該可以怎樣做 我聽過一套朋友都是 因為病了很多年 有時候那些人就好像很特別關心我 或者是特別要對我做很多事情 不是當他是普通的朋友去看待 反而我就不喜歡 但是也有聽過 有些人說不是 應該要特別多些關心他才行 我看是不是每個人的情況 身邊的人要怎樣去 你有不同的方法 或者怎樣去看 其實都是不同的 或者根本可能這段時間 他特別需要 你關心他 但是下一段時間 又未必這個才是那個難度 我希望你有沒有介意我 拆開一點點說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連抑鬱病的病理 我們都差不多是接近一無所知 既然我剛才說 很多醫生開的藥 都是基於血清素不夠 想你的血清素保留得多些 這個病理是不成立的 在這個病理以外 我們對於抑鬱病的認識 是真的非常非常有限的 我們在一個完全不知道 怎麼做的情況下 我們應該要做些什麼 那個問題其實就是這樣 或者很多的處境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 那個病理是怎樣 我們甚至不知道 就是做些什麼對病情有幫助 我們不知道 我們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在這個這麼無奈的處境下 我們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令到他不要惡化 而我相信很多病人身邊的人 其實大家想的事情都沒有衝突的 大家都不想病情惡化 大家都想病人好 但是可惜的事情就是 我們沒有方法 我們不知道這個病是怎樣病化的 副政司 你剛開始寫抗議 其實你是希望得到社會更多關注 還是希望有什麼效果 而寫完之後 社會有沒有對你的書有迴響 那你有沒有對一一病 有更多的嘗試去了解 我自己寫書 我說我經歷過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 寫病歷出來 其他病有看到會舒服的 說得到他們說不到的一些話語 描述得到他們 未必可以妥善說得出來的一些病況 會令到他們開懷舒服的 或者是釋懷的 但是我去到第二個階段 開始寫第二本的時候 我第二本就是開始翻查自己的日記 我第一步想做得到的事情就是 我想將抑鬱病 在一個更加仔細的情況下 去說出來 而這種說法不是概括地說 而是可以每一天 每一天根據日記的情況 在我的病每一天的變態裡面 去說得出來 這個是我第一樣想做得到的事情 但是我發覺 當我能夠將那個病攤開出來 我發現到第二樣東西 就是 我大概掌握到我自己的那個病 那個病理 為什麼我會這樣病化 回到你剛才說的那個處境 病人身邊的人可以做些什麼呢 就是 如果他們能夠理解多了這個抑鬱病的病理 你知道這個病怎樣演變 怎樣惡化 甚至乎怎樣可以阻止它惡化 那麼它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多很多了 還有就是 已經不是說要和病人怎樣去相處 怎樣不要刺激它 已經不是這件事了 而是大家可以攜手做一些事情 去改善現在的情況 嗯 再回答你第二個問題 我寫這些書的時候 我期望可以有什麼果效出來呢 我當然就是希望想 我講了出來的一些抑鬱病的病理 可以廣泛流通 讓人知道了 第二就是 精神健康的專業 例如社工 例如輔導 例如臨床心理學家 例如精神科的醫生 可以參考多些 就是藥有部份人有用 有部份人沒有用 沒有用的那些人 你就介紹它去第二個方向 甚至乎這個方向 正在去的時候 我就用藥物來做輔助 例如睡不到的 可以繼續嘗試服食安眠藥這樣 這個就是我想達成的 在你出了第一本書 什麼抗病字 也寫了很長的字 但是你最後覺得社會上的迴響 和你初初的預期有沒有達到呢? 沒有 就是差多少 是差很多 還是怎樣? 我有兩方面的迴響 我在Facebook的渠道 在另外一些渠道 我是收到一些病友的一些 feedback 他們給我的 feedback 其實是令我非常高興的 因為他們也都跟我說 就是看我的書 是令到他們了解多了自己身上的病 同時間 他也都說到 我的書 可以幫他們說到他們以前說不到的東西 嗯 這個是我第一本書出的時間 但是你說對於其他專業的影響 很微 我有機會去過大學裏面去做一些分享 但是跟著下來的那些 就是沒有什麼再可以進去的東西 所以我寫完第一本書 我繼續寫第二本書的時候 我已經有一個心理準備 我覺得我寫第二本書 都只不過是一塊扔進去黑洞的石頭 嗯 連回音都不會有的 但是我都繼續寫 我都繼續寫 因為病人寫了兩本 我出到第二本 有三本寫了 寫了五本 寫了五本